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艾莉的所属公司针对米尼锦提出的抄袭争议发表了立场文 我们来看一下 Pilip Lab于5月31号观看米尼锦代表的第二次记者会后 认为无法再延迟表达公司的立场 因此我们透过文字和影片整理了Pilip Lab对米尼锦代表的立场 以此向大家说明 今年5月30号,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将临时禁止令的批准决定 是针对在额多尔临时股东大会上请求禁止嗨补行使表决圈的申请 而不是针对抄袭事件的判决 因此请勿误解为米尼锦代表在抄袭事件中取得了胜诉 与临时禁止令无关 本公司对米尼锦代表提起的业务妨碍及命运毁损的刑事案件将从现在开始进行 此外,Pilip Lab在创造了KPOP史上惊人的出道成绩后 一直承受压力 艺人们,Pilip Lab工作人员们及参与的创作者们也默默忍受了不少损害 今天我们将追加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米尼锦代表的责任 米尼锦代表为了自己的私利,牺牲了无辜的新人团体 米尼锦代表选择的其中一种施压嗨补的方法 就是贬低同属嗨补旗下的新人团体,称其为模仿者或假货 这不仅涉及及抄袭争议,还包括妨碍活动等过分的指控 对于记者的提问,明尼锦代表表示,现在媒体或网友们不再提起就好了 这种言论似乎否定了,因为他的言论而不得不承受 不必要被批评的社会者们所经历的时间和过程 对Pilip Lab艺人的贬低和攻击,是基于去除整体内容前后脉络 剪辑相似长期的照片和短影片来进行的 明尼锦代表所谓的原创,是否真的是他最初创作的作品 或者实际上是Pilip Lab制作的作品,都没有进行明确的验证 在没有提出合理的侵权证据的情况下,就在正式场合提出抽席问题 这并不符合一个创作者和厂牌代表应有的负责任方式 尽管民进代表的主张被误认为事实 Pilip Lab之所以为详细说明立场,是因为我们抱有一丝希望 期待民进代表能自行纠正这一问题 然而民进代表不仅曲解了临时禁止令的意义 错误地将其误导为得到法院全面认可的证据 而且继续一味地重复其单方面的立场 因此Pilip Lab制作了一段影片,公开表达公司的立场 对于以确保自身利益为手段,提出抄袭争议 对大众文化整体造成负面影响的行为,我们表示遗憾 Pilip Lab制作的影片内容,包括对民进代表抄袭主张问题的分析 以及这些主张对未来K-pop乃至整个大众文化可能造成的影响 特别是民进代表以制作公司这一主观标准为前提 将包括营销活动和节日韩服写真等已经存在许多类似案例的事物包装成全新的创作 这段影片将对此进行明确的解释,解释其荒面和虚构性 如今的K-pop能有今天的成就,是无数艺人和制作人的努力成果 前辈艺人辛苦走过的路,应该成为后辈的捷径 这样K-pop产业整体才能实现更大的成长,形成良性循环 不是自己开创的道路,甚至自己也利用了前辈们开拓的道路 却以为除了自己以外谁也不能走这条路,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 Pilip Lab清楚了解,对民进代表制作的女团提出的质疑 比如与国内外艺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或者使用了国外某些作品作为参考 但我们并不认为这些质疑能证明民进代表实际上抄袭或积极参考了这些作品 我们相信,对民进代表制作的女团提出的质疑 也是因为被故意剪辑的内容突出相似性,使其看起来比实际情况更为相似和夸张 民进代表在第二次记者会上,虽表现出和解的姿态 但对于那些因她的行为而遭受不应承受的严重恶评 甚至相当于暴力的对待的艺人们,以及无辜受害者们 她没有一句盗窃和反省,反而将这些问题就于媒体等外部因素 这令人深感遗憾,保护艺人免受此事件的影响 并恢复为项目付出努力的成员和工作人员的名誉 是比利普勒的重要责任 对此我们将继续竭尽全力 感谢大家的支持 与此同时,比利普勒也声明 针对对艾里的名誉毁损,侮辱,招牢,虚假信心和恶意肥谤等 恶评贴文,已进行了法律应对 并会持续对恶评贴文提交诉状 所以,对于艾里抄袭争议,比利普勒的立场声明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根据韩国媒体引用台湾自由时报表示 汉流明星朴鲁索于8日在台湾连续举行了两场粉丝见面会 规见了3000多名粉丝 但是也传出了极端粉丝闯入朴鲁索所住饭店的消息 一些私生饭不仅一天预定了10多辆车 还订了朴鲁索所住的饭店 甚至在每层楼按下电梯按钮 就是为了看朴鲁索一眼 这仿佛是在电视剧《村角国地儿》中 主角于村杰所经历的私生活侵害事件在现实中上演 看到那些私生饭的出租车 排在他住的饭店前面的照片 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他应该也感到非常疲惫吧 台湾的粉丝在机场明明很守秩序 无论在哪里都是这些私生饭在惹麻烦 都看了《村角国地儿》还想做私生饭的行为吗? 不要把整个粉丝团当成私生 从意识到私生饭行为开始 粉丝团一直在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并且向经纪公司举报了 还是那句话 私生饭绝对不是粉丝 就是个跟踪狂而已 对艺人们来说 可能是比黑粉还厌恶的存在 所以总结一下就是 私生饭在跑步 下个消息是 《村角国地儿》所闻出演了 6月8号播放的综艺 《Normia Money》 当天余杰所表示 自己真的很喜欢《村角国地儿》的歌 能不能为自己表演一下 对此所闻欣然接受并说 我真的有三四年没跳了 虽然有点忘记了 但我会尽力而为 然而在跳舞的过程中 从我眼中含着泪水说道 好久没跳了 为什么我会哽念呢 我本来不应该这样的 而余杰所则表示 我们真的很想念 《尤家庆五》的舞台 彻底代表了粉丝们的心声 太漂亮了我们的队长 好怀念怕我青春 错过那不只是你哽念 这个世界上还有十万名婆底们 也看着你的舞蹈一起在哽念呢 你介绍我想真的很喜欢 《尤家庆五》的歌曲 能不能在《Normia Money》节目中 准备一下《尤家庆五》完全踢舞台呢? 还是那句话 坐等你就在《尤家庆五》的完全踢